今天说到了眼睛的问题 这位台湾之光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他是沙画界的巨播庄明达 他本身呢说也是有白内障的问题 但是最近他的救济复发 所以导致右眼的是网目剥离 因此他必须去动手术 可是这么一来 他本来在国际之间全位的这个沙画艺术 要去沙特阿拉伯等世界各国表演 一口气就必须暂停了 因为他一天必须要躺着 大概十几小时的时间 来让他的身体复原 所以这么一来至少少掉了上千万的收入 我做了两个手术 拿下眼镜沙画家庄明达的右眼 还明显红重 像可能一公分两公分那么大的字啊 必须可能要五公分那么近才看得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庄明达 这是庄明达98年为了替爸爸 封在募款上的综艺节目 仔细看庄明达出场时 右手还包着纱布 一天要讨论那个内容的时候 出了车祸 手工的酒针 那时候可能又震动到 就整个视网膜就整片掉下来 一场意外让庄明达的视力变得模糊 幸好车祸后手术成功 不过今年二月份 庄明达又发现视力变得模糊 23号动了眼部手术 医生交代要休息两个月 他也因此推掉许多活动 在三月初的时候 有一个沙地阿博的一个影片制作 好像33集的内容要做 那是这样的态度 年代室员吴强郭宗睿 台北采访报道 其实有点看不清楚 但是沙画大师 他的表演艺术仍然是让大家赞叹 接下来我们就让你看清楚 他的沙画艺术如何扬名国际 庄明达其实他的记忆也非常的有戏剧性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退伍的第一份工作 是电视台的美术指导 音源集会呢 他后来在厂商应邀的人体彩绘表演艺术上面 也闯出了一片天 包括舒淇都曾经是他的作品之鸡 而后来他投入了沙画世界 闯出了一番名号 在金马奖上面的表演 等于是在电视上面直播的第一人 他这一个非常神奇的沙画艺术 我们来体验一下 手一抹优美的田园风景 变成一望窗外慈祥老婆婆的脸 再用指头一勾一勒 又成了父子相拥的文型画面 这是沙画家庄明达将细微的沙粒 组合成令人赞叹的美妙画作 庄明达说 舍得抹去才能懂得珍惜成就伟大 有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放下的 而是如果认真在当下做好比较重要 所以沙画其实我觉得抹掉 我觉得虽然是可惜 但我们会珍惜 其实庄明达并非天生就是沙画家 一开始让他成名的反而是人体彩绘 庄明达原本担任的是电视台的美术指导 1994年替法国酒商举办记者会之后 另外在中港台掀起一股人体彩绘风潮 出过书到各处演讲教课 直到2002年韩国世界杯足球赛的一段沙画影片 让他一头栽进了沙画的世界 2007年或要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表演 更让他成了电视上实况表演沙画的第一人 什么都要做第一 让庄明达在沙画的领域里成了亚洲第一把胶椅 五颜六色的细沙是他的画布 手指就是画笔 平均每30秒 庄明达就能创造出一幅全新的沙画 他说除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让他能瞬间记下任何美丽的图案 小时候加进困苦跟让他想要借由沙画找回失去的温暖 有这么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伊丽莎里看世界 对亚洲第一的沙画达人庄明达来说 伊丽莎几密莎 不只带她看到世界还超越世界 连内新闻杨美琪 郭宗睿 顾仁松 台北报道